Y.I.K.A.Y.K.A. Hello,姐姐,Hello,大家好 我是今年新人Yika 歡迎你第一次上來熱鬧樂壇 我看到你在IGLive 當然大家叫你YikaBB 還有有人索性就這樣寫衣架 是 不少的歌手朋友們 他們的粉絲都有一個稱號 例如Ian也是Hellos 姜濤的就是姜糖 那你跟Iga有關係嗎 因為我之前的YouTube名字叫Iga 所以大家都會叫我Iga 如果你想你的粉絲有一個統稱 叫甚麼呢 掛著你 我也有想過 我覺得有趣一點可以… 但我現在不想頂住 但可以先設定 可以有一個概念是… Iga 對,夾著Iga 大家還有時間可以考慮一下 好 第一次上來熱鬧樂壇 當然比未認識你的朋友 認識你更多 說個背景給大家聽 你是怎樣入行的呢 我去年有一個歌叫On Your Way 今次的戀愛翼英文版 然後我推出了一首歌 是去年11月推出的 然後就慢慢想作多些歌 比大家更加認識我更多 放在YouTube平台上 當時的反應是怎樣的 當時我沒有想過其實挺好的 收到很多不同的支持 但其實在出歌之前 我看你也有自己的頻道 會有Vlog 以及你在韓國做過實習生 會不會從小到大 都想成為歌手或是藝人 所以會去到韓國實習生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 彈樂器、唱歌、跳舞 所以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想做這個範疇 演藝 對 演藝 我記得我小時候二年級的時候 班主有問我的志願是怎樣 我當時都是寫說我想做歌手或演員 但去到何時才實際實行這件事 我五、六年級很喜歡少女時代 我覺得他們在台上很光芒 我很想像他們一樣 然後放學回到家 就常常穿媽媽的高跟鞋 在他們跳舞 會不會伏真 有沒有偷媽媽的唇膏 有 化妝品 然後去到實行這件事 是中三、中四的時候 有去參加audition 其實在你寫我的志願的時候 現在的老師我不知道是怎樣 我那個年代一定會被人罵 你貪我虛榮了 你想做歌手 當日你寫過一些志願的時候 老師的反應是怎樣 他沒有很大反應 我記得那班也有兩、三個都是田 都是想做演員或幕前 那家人的反應又怎樣 我家一開始 他們一開始我想去韓國的時候 他們一開始都覺得 你是不是要玩玩 但最後我都展示給他們 我真的很認真 我會自己去學 跳舞玩 我會經常在家裡唱歌 所以他們都覺得 你要追夢都在這個時候 就説得到他們 所以爸爸媽媽是陪你過去 還是怎樣的 你隻身過去 中三而已 那時候 我記得我中三 還沒開始audition 我記得中四、中五入 然後第一次他們都有陪我去 可以分享多些嗎 其實在韓國做實習 我們幻想當中 也聽過有些朋友說 都挺壞的 他們是很嚴格的 你那次是怎樣 從audition開始 有多少人海選後 然後選到你 那次我是第二次才進入 我本身的公司 因為我第一次有點傻 我第一次去 然後又是很大型的audition 我記得在學校裡 我想有幾千人 一定 我記得我的名牌是一萬多號 我還有那張貼紙 那時候是跳舞 他叫我們跳舞 然後播出一些歌 要我們即興地跳 然後被管理員留下了 留下了幾段時間 他繼續要我唱歌 然後要我試鏡 甚麼角度 要笑 然後他拉出一個海報 很長的 好像整個游泳池一樣大 蛤 很大 即是繁埔拉開了 對 繁埔拉開了 我之前有在Youtube看過 一些得了的人 會上Youtube 他會公佈我 我選了這些人 對 我選了這些人 然後我不知道 那一刻就被騙了 我問他 你是否想把我放上Youtube 然後他就說 是呀 你介意嗎 我當時都很關心 別人的同學 但我還沒跟我的同學 我的家人說我想Youtube 反而是關心這件事 不是關心別人收不收你 對 然後我被管理員請了我出去 然後沒有了 哎呀 就是這樣 沒有了機會 但我覺得很好的 那個時機其實我還未100%確定 我覺得當時 到了第二次再隔半年的時候 他們有個比較小型的 private audition 我就去了一間 dance studio 然後又是經過了幾回合 就入了他們那裡做練習生 然後就立即留下去做實習 有沒有說簽約要幾一年 因為他們是 他完結後隔了一個月才再找我 之後也有幾個舞蹈 有幾個舞蹈才可以去到練習生 所以還未說要簽約那些位置 但你也有雜訓的 有接受訓練的 有 是甚麼類型的訓練 地獄式 是怎樣 先減肥 他們也很注重體重 所以當時我也是約45kg 但他們也要我再減 看著 但你現在跟當時差得遠遠嗎 都差大約3-4kg 即是當時比較胖 當時更瘦 還要你減肥嗎 還要你減肥嗎 對 也要繼續看著 當時你一個人留下 他會提供宿舍等 所有東西給你 對 媽媽或家人沒有陪他 沒有 你自己一個人害怕嗎 當時也害怕 我覺得適應也挺難 但你的韓文還可以嗎 我當時很喜歡看韓劇 然後看Running Man 或者韓劇就學 那裡也有上過幾堂 跟你一樣被取錄的 是甚麼國籍的朋友 當時也有韓國人 也有大陸人 但當時香港人就只有你一個 對 香港人 我問過我的大陸朋友 他就說 好像香港是我第一個女生 在那間公司 好 接著再問 很有興趣知道 地獄式訓練 他要你減肥 是否有餐單給你 還是扔在你一邊 你減完再出來見我 他會跟我說 可能我們吃澱粉質 可能他也會說 你注意一下 他也有建議給你 對 那你能否減到 我記得我是 因為每次回到宿舍 然後偷吃零食 好像還重了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所以被人淘汰出來 大家聽到這裡 可能會問 他應該在韓國發展 為何現在坐在戚餐樂壇上 然後是怎樣 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那時候是16歲去的 所以那時候也不是 超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你是興奮開心的 第一次去 因為我們分數次去的 整個時間有一個編輯 然後第一次都挺輕鬆的 但越來越去到 練習生歌的級數的時候 就越來越嚴重 地獄式再加 對 真的是地獄式 那是受不了離開嗎 是 因為那次我心臟有少許問題 你的心臟 對 我心臟有少許問題 健康上有問題 對 健康上有點應付不到 對 應付不到 現在可以幻想到他們真的很痛苦 例如是在時間上 可能早上7時便要起床 排舞等等 即是時間上的事 是時間上 其實身體上的壓力也挺大 同時我也會覺得 我想考買DSE有個把握 我的路可能會有把握 走多一點 所以就回來了 但起初未知道他們那麼瘋 在學院的時候是興奮和開心的 對 亦沒有幻想過 我真的會在韓國出道 會是甚麼事 那時候真的沒有實感 去到時也沒有實感 是嗎 但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真的見識過 然後回到香港 考了DSE 現在你正在讀大學 對 我正在中文大學讀 即是全力 OK 那功課也不少 對 都是地獄式 對 為何會選擇在現在這個時間 成為一個字指歌手 不如我真的出道 我真的出歌 是甚麼會引起你 其實我完成DSE後 我曾經去過兩年的澳洲 你真的很全力 那時候讀一科 是完全不關事的科 就是讀職業治療 但你那時候的心態 是否覺得要放棄 或者不再想演藝 那時候真的有這種想法 因為我爸爸媽媽也是專業人士 我試過一些不穩定的生活 不如試試一些穩定的生活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被他們影響 我都覺得挺好 他們這種生活都挺好 挺安逸 所以我就上去試 誰知 我本身是很創造 有很多想法 但我覺得那個職業未必可以做到這件事 同時那時候在澳洲 剛好有COVID 接著是Lockdown 然後每天都困住在Dorm 不能跟別人社交 就會看YouTube 然後看到那時候一起練習的練習生 逐個逐個都在推出 例如海南大陸過去的 是韓國本土的 對 那就令你那把火油出來 對 我就覺得 他們在做他們真的很想做的事 我是否甘心放下這個理想 我就跟爸爸媽媽說我想回來 然後我想轉一轉學科 然後就說服他們 我會用心思 這次真的用心思 我不再扭扭扭扭扭扭 但你的身體現在可以 現在可以了 第一次做訪問或第一次做Live 我作為主持人都覺得你很厲害 完全沒有協償 不害怕 對答如流 很有內容 懂得表達自己 你現在的心情是怎樣的 我現在很開心 很亢奮 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直播好像跟姐姐說話 我本身跟IGLive跟觀眾說話 都沒有甚麼方便 所以很習慣 對 我挺喜歡跟觀眾交流 所以很喜歡 所以大家現在可以在IGLive 留下問題 在留言中 有甚麼想問她 或者對於這首歌 對於她 對於未來的路向 都可以留下 我們待會會直接回答大家 咦 立即有條問題 Yika 你何時開一個正式的粉絲會 對於你呢 其實我覺得現在也可以 你們先想了名字 希望大家可以跟隨 謝謝你 接著要說到這首歌的MV 剛才一開始也說 你是一個自知歌手 沒有最終參加到選手 或是哪一個頻道的人 即是自己 那你也挺多本錢 我意思是 因為我看見你兩個MV 其實也不少東西 裡面的色彈、藝術方法 拍攝手法 都不簡單 還要做歌 雖然你自己寫 但製作費也要錢 你也挺有錢 不是… 因為我現在的工作 其實我擔任是一個YouTuber 雖然我自知 但我現在有簽YouTube公司 Media公司 只是做歌方面是自己 對 做歌方面是自己 但其實公司也給了我很多不同的資源 也給了我很多不同的聯繫 可能我拍MV的團隊 都是他們本身的聯繫 所以所有溝通上面 或者Admin Worker 所有東西都可以減輕很多 都是我這樣 我這樣 施載樂壇 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立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再訂閱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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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